他們什麼地方可以賣血 我帶你去賣 這個叫血牛 當然還有人口買賣 耳童買賣 都很多的 大概特別是貴州四川窮的地方 很多婦女被賣到四川 不是被賣到那些匡區 匡區的匡公都吵不到老婆 反正大概一個人可以賣幾萬塊 問題是有的女人被賣到那裡以後明明知道是被賣了 對一下 但是叫她再回去 她也不願回去 因為在匡公 你再差都比自己的 農村情況要好 這些賣有的是自願的 有的是被拐騙的 這是一個口號 就想要奔小康 就趕緊賣血漿 中國很多孫口溜 聽起來都非常的痛心 所以中國這個經濟發展帶來一個很大後果就是貪污 這個道德沉淪 剛才講的不知所賺 還有一個就是貪污腐敗 貪污腐敗幾乎是各個人都貪污 稍微有一點權力 都可以貪污 特別這裡面講到 鄧家 江家 胡家 李就李鵬 我剛才講的江澤民開始要 要讓私營企業親家當產 後來改變了 他也支持改革開放 為什麼呢 他的兒子從美國回來了 在上海當一個驗證所所長 沒有什麼油水 江澤民上台以後 就把鄧小平的兒子鄧志芳在上海紅橋地區 經營那個 首長四方 很賺錢的 就把他找去談話 說這個你做生意這個影響很不好 要查你啊 你這個地哪裡來的 結果那個鄧志芳嚇得要死 就說我不做生意了 然後呢 誰來做呢 就江澤民的兒子出來做生意了 他做的不是地產 就做另外的 那個高科技的 包括跟說跟王文陽 合作做生意 到處去宣傳 這樣就很多台灣很多人就去中國做生意 其實王文陽後來跟別人說他一分錢都沒有出 不過江澤民借他的人頭 來對外 對外宣傳 然後胡錦道上台以後就對江澤民施加壓力了 就整那個陳良宇 因為陳良宇他弟弟陳良君 跟那個做生意上海首富 在上海搞那個地產 搞東八塊 裡面就有 江免衡對江澤民的兒子的份 所以胡錦道就來查他們 胡錦道的兒子也不是好東西 剛才講的非洲那個納米比亞 最近 爆發出一個貪污案 就是跟胡錦道的兒子有關係 這貪污的手法又非常高明 胡錦道前兩年到聯合國 發表演講 中國很同情窮國要捐100億美元 然後前 前兩年 北京又開了一個 中國非洲論壇 胡錦道又講 要拿多少多少億 給非洲國家 結果這個納米比亞的貪污案 一切發出來原來呢 就捐給這個納米比亞的錢 有規定的 你這個 你這個捐的錢 你一定要買中國的東西 買中國的東西 就買胡錦道的兒子的公司的東西 然後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要給胡錦道 兒子的公司2000萬美元的回扣 結果這個 大概因為跟納米比亞的官員 分贓不均 就爆出來了 結果就來查這家公司 納米比亞都查這家公司 一查的話 中國就慌了 趕快把胡錦道兒子 就立刻升官 脫離這個公司 要不然傳訊的時候 要把他傳 要把他傳到非洲去省軍 結果胡錦道的兒子 但這個事情 不但沒有受影響 還升官 但是我想這樣子搞法 肯定有降臨民的 人在後面搞 就把他裡面的 立益集團 立益集團就這樣子搞 李鵬的兒子 大家都清楚 李鵬的兒子 這個電力 中國的電力集團 全部都在李鵬的兒子 兒子跟女兒手裡 差不多就這樣子 這就是目前中國 中國的情況 這是大貪污 老百姓看不到這個大貪污 老百姓看到的就是 下面的 比如說 四川的地震 那個 腐敗工程 但是呢 我們知道溫家寶 去年大概 去四川災區去了六次 去了六次 今年春節以前又去了一次 但是呢 現在四川說什麼 四川災區完全沒有多複雜工程 不存在貪污 大家信不信 大家看到很多土片 水講有多複雜工程 就把水抓起來 現在就是這樣子 那你 那你溫家寶到四川去幹嘛 你去四川不是就是為了暴屁件貪污物理嗎 所以根本就現在這個 四川敢這樣子囂張 如果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 他敢這樣子囂張嗎 所以說明這個貪污 腐敗根本從中央到下面 都是都是都是一串的 那麼貪污裡面叫做腐敗 腐敗嘛中國這個叫做All 9啊 這個就是大家都都很知道的 就像All 9非常著名 中國的貪污物理裡面 95% 都有All 9 95%都有All 9 這兩張照片 這個是最近在網上找到的 這個是江青 江青不知道保子中的幾奈啊 就從根本從上面 陳杜秀 龚坦的創始人陳杜秀 他就有兩個太太了 這個是龚坦他的傳統 下面這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這個叫松祖英 這個是傳說是江澤民的 情婦 江澤民傳說三個情婦 一個是 陳芝麗當過教育部長 現在是池海的主編 第二個是 黃立滿 當過深圳市委書記 最近抓了深圳的那個 一個司長嘛 說他貪污嘛 他的後台就是黃立滿 所以黃立滿傳說有一度被抓 後來又放出來了 可能裡面 鬥啊 鬥後來把他放出來 這個是松祖英 每次 春節聯歡會 都擺在頭牌 所以中央電視台那裡就說 他有一張特別通行證 可以隨時到中南海 江澤民的 這個是湖南的少數民族 湘西的 問題我為什麼把他弄出來 大家看他穿的是軍裝 他是解放軍的少將 各場也少將 然後呢 前兩個禮拜 有個報導 今年11月 要來台灣 馬英九要親自接見 所以我希望大家抓住這個問題 他是解放軍的先一軍人 解放軍先一軍人都不准來台灣的 當然這次 爸爸水災 曾經 起度來台灣 沒有成功 11月份這個少將就要跑到台灣來 馬英九要接見 我想 我希望大家 對這個問題 要注意 中央電視台傳出來說他是江澤民的情人以後 後來那個傢伙不知道怎麼講出來 結果被判刑判了七年 他這個判刑七年沒有講說因為他洩露這個國家機密 我是說他什麼污衊這個國家領導人 哪一個領導人他也沒講 這個是宋祖英 湖南前幾年出了一本書 就叫做國母 國母就是介紹他的 結果那個書出來以後 當作一個 很大的案子 五十多個人被抓 就會出版國母這本書 1999年 中國 建國五十週年 他在花車 他在下面的花車上面 正好江澤民在 在天安門城樓 江澤民在上面這個 這樣子拍 這樣子舉手 他在下面也就這樣子 會說響應 結果中央 我們也看了一個紀錄片 就中央電視台說 正好這兩個 這兩個鏡頭 中央電視台都給他派下來 都 擺在紀錄片 我富裕的假象 我想 不是說中國人都富裕了 當然最窮的人 也有改善 這點我不能不承認 但是我們看到 外國看到中國的富裕 很多是假象 為什麼中國 13億人 他1% 就有1300萬人 2% 人口就比台灣多 所以他0.1% 有錢人到台灣來 就已經可以把台灣 已經可以搞得 昏天黑地 所以我們要看到這點 他主要是因為 人口多 不說真的是中國 每個人都有錢 因為這兩季分化 社會不穩定 所以呢 群體性抗爭事件 就增加了 增加不少 這個 這個是以前公佈的 因為這個數字 經常被人拿來引用 所以後來公安部 就再也不發表這個 這個數字就不發表了 變成國家機密了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個別的很多事件 什麼這個 維安事件 把先政府大樓燒掉 養家一個人到山海的 砸北區 公安局 一下 就刺死 刺死 刺死 刺死好幾個人 好幾個警察 鄧玉教 是把一個 要搶劫他的一個官員 也殺掉 私手 搶一個屍體 一個通鋼 通化鋼鐵廠 就剛才我講的 就是一個私營企業 去收購他 到虧本的時候 因為今年金融風暴 那個私營企業說 我不要了 我就退出了 那這幾個月又賺錢了 那個私營企業說 又來收購了 結果那個 那個總經理 來的時候 被當地的工人 打死 結果 某派的人 把這個事件叫做 通鋼手藝 比較於 1911年 武昌起義 武昌手藝 所以這個是中國老百姓 這次是中國老百姓 我方剛才說 有人說 是中國老百姓 是中國老百姓 的 但是 有 感谢观看